觀眾入場的人數是沒有提升的 依然是每一場球平均的 這就是我們 即是你吸引不到別人去看球 這是事實擺在眼前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香港的排名在國際排名 果足不前 排名可以反映你的足球水平 這是一個很清晰的指標 過去十多年都做不到 為什麼你上任有本事做得到 如果你做不到球迷一樣很失望 怎樣處理呢 你沒理由說我直接被罵就算了 我說期望越大 不過我很期望球迷多多支持 吸引多一些新的球迷 水準才能支持 當然 你說現上球迷本身做得不好 就是足足的問題 很多人在外面說 我看到我們球迷人士都說 足足的架構 行政架構似乎是人多 工作沒有什麼效果 對於足足的運作 應該很療而指掌 要否改正空間 要怎樣改 其實鳳凰計劃最大是架構改革 董事局所承諾的時候 我猜游的時候是26至27人 現在呢 時至今天是80人 增加了三倍以上 效率提升三倍才對 這些不是一加一等於二 起碼提升兩倍 理論上應該 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呢 我們希望各部門之間 加強溝通 管理 管治得更加有效 我董事局的誠言 都是義務工作者 出錢出力 其實可以說 你做之前是預算出錢出力 這個肯定要 你是義工 但是往往是由於好多方面的事 你能夠專心去做好自己 有一個新的體育平台面世 就是說看到我跳馬的人 又會多了 大家一定要支持